那我再跟你講 剛好不是講一個性質 就是三力平等性質 如果三個力量達到淨力平等 所謂三力平等的話 不只是說三個力加起來等於0 三個力加起來等於0 它只是不會移動 它有可能轉動 那我們講的三力平等的話 指的是淨力平等 不但合力等於0 而且合力比較等於 如果三個力量 它達淨力平等的時候 它有一個特性 它的特性就是說 當然假設這三個力不互相平行 如果這三個力不互相平行的時候 它重在這個物體上面的話 它這三個力的延長線 它會較有一點 一定會較有一點 那以前參考書的話 很多那個例子 它會怎麼樣呢 它會利用這個性質解問題 那因為這個 我們這個參考書 就是這個講義沒有這個例子 你有碰過那個參考書 有講這個性質嗎 有沒有用這個性質做題目 有講這個性質 沒有用這個性質做題目 三個力量延長線會較有一點 那我就用剛剛我證明到的一個定理 就是淨力平衡的定理 就是說 如果一個系統它達淨力平衡的話 那麼呢 它以哪裡當支點的話 合力局都會有一點 首先 我們就先來這樣講 這三個力量 這三個力量 首先我先證明它在同一個平面上 兩點 然後再來證明它在這個平面上的三個延長線會較有一點 首先 為什麼這三個力會在同一個平面上呢 我現在以哪裡當支點 我就以什麼 假設F1 這個東西我就隨便畫 我就以什麼 以那個 以什麼呢 以這個向量的 這個什麼 施力點 就是說 這個力的施力點 當什麼呢 當觀察點 當支點 那這樣的話 那這個是可能 這是F1 這是F2 那F3 那又我以這個呢 施力點當什麼呢 當支點 所以淘三個等於0 因為淘三個等於0 他那個R3等於0 R3等於0 是不是 好 那因為他三個力矩加起來等於0 因為他達盡力平衡 他達盡力平衡 他達盡力平衡 我以哪裡當支點 都達盡力平衡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得到什麼結論 這是R1 這是R2 我都得到什麼結論 得到 TAU1加TAU2等於0 因為我是選這個當支點 TAU1 本來應該是TAU1加TAU2加TAU3 等於0 因為這TAU3已經等於0了 所以變成TAU1加TAU2要等於0 那TAU1加TAU2的話 這等於0 R1 Clause F1 加上R2 Clause F2 這個等於0 但是你看 這個R1跟R2它是共支點 對吧 所以R1跟R2是在同一個平面上 好 那你看 那這個呢 R1 close F1 R1 close F1 它的方向 是什麼呢 是與R1與F1所在的平面互相垂直 是不是 那這個呢 R2 Clause F2的話 就是這樣 現在變成R1 Clause F1 會等於R2 Clause F2 對吧 好 那我就知道說 R1 close F1的話 它的方向與R1與F1 所在平面互相垂直 就是法線方向 就是R1與R F1所在平面的法線方向 那R2的話 Clause F2的話 R2 close F2的話 是R2與F2 所在平面的法線方向 但是呢 這兩個相等嘛 所以這兩個的法線方向平行 這兩個法線方向平行 也就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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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向量呢 以這個向量所在平面 跟這個向量 以這個向量所在平面 是平行的啦 是平行的 但是它平行又共點嘛 兩個平面如果平行 又有一個同一點的話 這兩個平面是不是重點 所以的話 R1 R2 F1 F2的話 這四個向量會在同一個平面上 沒問題吧 好 那沒問題的話 那我就證明了啦 就是說 就是證明了 現在的話 我是證明了什麼呢 這個 什麼東西 那現在 現在的話 有沒有證明說 F1跟F2在同一個平面上 R1 這在同一個平面上 現在問題是 F3 F3 現在F3的話 有沒有跟這個R1 R2共平面 現在的話呢 這一個 這一個它會不會跑到下面去 那這個有點 怪了 欸 現在 現在我知道說 知道R1 R2 知道R1 R2 就是說現在是這樣的 這三個 施力點 跟這個 施力點 這三個施力點 還有什麼 這樣講好了啦 這三個施力點 還有這兩個什麼V 它會在同一個平面上 同的道理 我再證明一次 這三個施力點 因為這三個施力點是固定的 三個施力點 與另外兩個呢 也是共平面的 兩理 那因為說 因為我們知道 三個施力點會 三點會 三點會什麼呢 三點的話呢 決定一個平面 那也就是說 這一個利 一定是 在這三個施力點的 同一個平面上 那這個利 也是在這三個施力點的 同一個平面上 那這個利也會在 這三個施力點的 同一個平面上 所有的得到結論呢 這三個力量呢 會在同一個平面上 這樣沒問題吧 因為我們剛剛是證明了什麼 證明了這四個項量 在同一個平面上 那這兩個項量 都包括三個施力點 那三點決定一個平面 對吧 三點決定一個平面的話 所以M1 是在這三點決定那個平面上 F2也是在這三點決定的那個平面上 同理啊 F3 我再證明一次嘛 我現在以這個當支點嘛 這是R1 這是R2 再證明一次 然後的話 我也去證明說呢 這個F3也是在這三個支點 所決定的那個平面上 所以這三個力量呢 是共同面的 對吧 這是第一個股 第一步呢 我證明了這三個力量 在同一個平面上 第二步我要證明說 這三個力的延長線會較有一點 好怎麼看 第二步 這個東西我還是隨便畫 我現在的話取什麼 取這樣子 取這個呢 兩個力F1 跟F2 因為這三個力我規定它是沒有互相平行 如果三個力互相平行的話 那剛剛那個定理的話呢 就要有所修正 不過我們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交以無窮遠處 比如說這個有一個OF 那這裡一個F 這個是達靜音平衡 那這個看起來就沒有交一點 不過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交以在無窮遠處 這兩條線交無窮遠處 那這個往無窮遠的地方延伸 交以無窮遠處 所以我們是假設這三個向量它沒有互相平行 如果它沒有互相平行的話 那麼這三個向量會交以同一點 好首先 我就有什麼呢 F1 以F2的延長線 延長線當支點 這兩個是施力點 我現在不以施力點當支點 我現在什麼呢 現在以它的什麼延長線 延長線的話呢 的交點當支點 沒問題吧 好那這樣的話呢 這個就是等於R1 那這個是不是R2 好那靠1等於1 靠1等於0 為什麼 因為R1xF1等於0 靠2呢 也等於0 是不是 所以靠3一定要等於0 靠3的話等到 R3 靠3 靠3 道 webinar 靠3 靠4mm 所以R3跟F3一定平行 所以 這個跟這個一定平行 所以這個 R跟F3 是在什麼 是在同一個直線上 是在同一個直線上 所以它延長線是不是交引的這一點 對吧 那這一點就是它的焦點 對吧 那這樣我就可證了 沒問題吧 那餅的話呢 所以的話它沒有達盡力平衡 餅跟丁沒有達盡力平衡 所以它會轉動 餅跟丁沒有達盡力平衡 我們講的是達盡力平衡 就合力等於零 而且合力舉也等於零 是不是 像這個的話呢 像這個的話 它合力不等於零 合力舉的話看那個支點 支點你怎麼選 支點的話你如果是選這條直線上的零一點的話 那利舉等於零 但是你選其他的 比如說你選這一點 那合力舉就不等於零了 你看嘛 它的利幣啊 以這個當支點 它的利幣比較長 那以這個當支點的話 這個利幣比較長 那這個利幣的話是這一段 這利幣比較短 所以你這個當支點的話 它利舉不等於零 但是你以這條中線的任何一點當支點 合力舉等於零 對吧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它合力不等於零 好 沒問題 我們現在來看看第三題 小軒呢 要在客廳裡 掛上一幅一公斤的話 這一幅畫 我剛剛講的你以前一定沒聽過啦 剛剛有的說 你有聽過的話 什麼啊 那個其實 其實你好像聽過 那個面積是真的有聽過 那個面積是真的有聽過 那個數學是有沒有錯啦 不過那個 那個它是說什麼呢 是這樣子啦 這好像是 那就是 什麼O嘛 Op 1 Op 2 Op 3 就是說 如果這個比這個比這個等於那個 那個的話 那Op1 加上Op2 加上Op3 等於零的時候 對不對 Op1加Op2加Op3等於零的時候 那麼這個就 這個 這面積就是 就是他不要什麼東西我忘了啦 沒有說數學有這個啦 問題是數學有這個跟那個不太一樣啦 你要證明有一樣嗎 對啊 我要證明給你看的話 你能夠那個 這個像樣那個東西用例子證明說它是一樣的嗎 不過 我承認 我的話 我要跟你承認啦 就是說這個定理的話是由那個數學商的例子得到的靈感是沒錯 這裡的話有一個掛鉤啦 他說這裡有一個釘子 然後他說這裡的話呢 一公尺 畫框的背面有兩個相距一公尺固定的位置的釘子 他將畫對稱的掛在牆壁的掛鉤上 掛繩最大可承受一公斤的力量 這個力量 掛後整條的繫繩成等冰 掛鉤的狀態 假設細繩可以承受的最大張力 與繩長的話呢 沒有關係啦 折細繩呢至少 需要幾公尺 才不至於呢這個斷掉 那 你的話你把它給弄長一點的話 它角度會比較小 就是說它的重量 你看齁 這是T 這個我們叫釘子 就是說你T 這裡有兩個T T呢 cos釘子 兩倍 要跟重量抵消 要等於那個Mg 明白嗎 好 那我們知道呢這個 繩子的最大張力是一公斤嗎 先記 好啊這個呢 畫框它的重量多少 那畫框重量多少沒有講 一公斤啊 一虎一公斤的畫框啊 那這個也是一公斤嘛 所以的話這個張力齁 這最大齁 最大的那個張力齁 它跟這個就抵消了啦 那我們就可以算出這個角度來 cos c大是等二分之一嗎 也就是說c大要求等多少呢 60度啦 那這c大要求60度的時候的話 那也就是說這個要求120度 那要求120 這個如果是60度嘛 那這是半公尺嘛 那這是半公尺嘛 這0.5公尺嘛 那這個是60度嘛 那所以我就知道呢 這個 317大這個就是這個長度L L呢 360度 要等於0.5公尺 二分之一 那這是二分之更號3 所以L呢 就等於多少呢 更號3分之1啦 所以一半的 一半的長會等於更號3分之1啦 那你兩邊的長的話 就是等著 L的話 更號3分之2 到L吧 要等於更號3分之2 對吧 所以答案是等於更號3分之2 沒問題吧 所以這個 只考的也沒有那麼難 是不是 對不對 好 再來我們看看這個平行力中心 重心呢 乙直心啦 什麼叫平行力中心喔 我們現在問一個問題啦 我們回應一個問題 就是說 比如說我現在有個牆壁對 然後我有一個物體 應該是棒子嘛 對吧 那棒子的話呢 我有一個繩子拉起來 那我們說喔 這個張力對支點產生的力極 要跟重力極要抵消嘛 那我們通常喔 我們把那個 重力都集中在重心產生的力極嘛 對不對 那問題為什麼會這樣子 為什麼可以這樣子 為什麼可以這樣子 本來不是說 你這個張力嗎 張力產生的力極 要跟什麼 要跟一點點質量 每一點質量 相對這支點產生的力極 全部加起來 那 那才能抵消嗎 那為什麼我可以把所有的重量集中在 重心 對它產生力極 為什麼啦 為什麼 這每一個小值點 對這一點產生的力極 等於你把所有的質量集中在 直極極 重心對它產生力極 為什麼是這樣子 那我們呢 現在就是要討論這個問題 要講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你們老師有講嗎 只要問兵肌而已 這個呢 這個脾氣的東西哪有講 這個吧 還有那個 就是說那個三條線交一點 有它有講嗎 沒有 對啊 還有太多東西沒講 我們看喔 我們來證明這個 我們來定義這個平行力中心 什麼叫平行力中心 平行力中心就是說 我現在呢 比如 有一個值點系統 比如說石頭 石頭上面的話 每一個小原子 都收到一個力量 這力量的話 假設都平行 這些力量假設都平行的話 那每一個值點 它代表點的話叫I點 它每一個值點收到的力量 往下都是叫FI 然後FI每一個都平行 人比 然後它位置像這樣叫R也好 好如果呢 這一個喔 系統的每一個值點 它所做力量都互相平行的話 那麼我就稱 這這些力量是一組平行力 平行力啊 平行力的話 它不一定同方向 只要平行就可以 它也要可能反方向也可以 都可以都沒關係啊 好那這一組我們叫平行力 那你說什麼叫平行力 平行力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系統每一個值點所做力量呢 都可以寫什麼 MIU 那U的話就是單位向量 一票好 然後我選取呢 U是這個方向 沒問題 好沒有問題的話呢 那我現在定義一個平行力中心 RP Central pair CPR Central pair 我就定義成多少 定義成SigmaI FI SigmaI FI FI 定義這個叫做平行力中心 那定義這個平行力中心 有什麼用處嗎 有 當我定義這個叫平行力中心的時候的話 那麼整個系統受到這個平行力的作用力 相對歐點 產生的力矩的話 就等於你把所有的力量集中在平行力中心 對它產生力矩 也就是說我現在要證明 證明呢 這個陶投投 陶投投本來是 本來應該是這樣寫 每一個值點所受力矩 應該這樣對不對 我要證明這個就等於R Central pair 那Close面F 總力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吧 好 那這怎麼來的 我們現在證明了 我就把它帶進去就好 直接帶進去 這RCP CloseMt 這樣子可以落差 這就等於SigmaI FI SigmaI FI FI R Closer FT 那FT的話 你就把它選7個毛 把它全部加起來 是不是這樣子 這力量的話 就等於7個 I FI U U可以提出去 那這個可以消掉 那消掉以後的話 我這FI是數值嘛 我就可以拿進來 所以這I RI FI U 就是FI 那這一項就是什麼 就是這一項 那這個就是淘透透 所以淘透透就是RCP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吧 好 那現在的話 如果 這F的話 是重力的話 如果現在的話 如果 如果 這個FI 是等於WI U 也就是說 如果這個FI 就是重力的話 重力的話 重力就是重量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稱這個平行力 叫做 平行力中心 叫做 重心 先說O 30 就等於多少呢 Sgma Y FI FI MI 然後 如果 如果 FI 的話 這個就變成 3 I WI 這個呢 就等 這個我們叫做重心 Sk.O.P.R. 這是R 那這個就是重心的定義 原理 重心就是這樣定義的 那我們知道 重心就是平行一中間一種 所以就解答了剛剛的問題 就是說你就可以把所有的力量集中在重心 相對於某個支點產生力矩 剛剛那個問題就解決了 那如果右側 右側Wi的話是等於mg mig的話 那G是常數的時候 那重心又會變成什麼呢 變成直心 這Wi的話就變成sgmig sgmig sgmig sgri 那因為這個G是常數先別掉 那這個就是直心 sgmig mi 對吧 那這個我們叫做直心 sgmig 就是當你重力場是常數的時候 那麼重心就等於直心 但是直心它有什麼特性 直心它是物體 如果物體質量是均勻的時候 它是物體的幾何中心 對不對 那我們由這個物體的幾何形狀 就可以算直心 那直心算出來又可以當重心 重心又是平行力中心的一種 所以我就可以把直心拿來當平行力中心 然後利用這個定乳 然後解決一個問題 對不對 就這樣子 但是重心的話 如果呢 重力場的話沒有固定的時候的話 那這個的話呢 重心就不會等於直心 我們現在看立體力 立體力就是一個什麼呢 重心不等於直心的例子 我們看看這個立體力 質量中心的話 先到我馬斯 立體力 以致物體所受的重力 W 重力的話可以寫成這個 寫成M 乘以當地的綜藝廠機 可以寫這樣子 經以地心歐為原點 歐為原點 然後呢 這個直角坐標 這0點 這Y坐標 他這一點的話是在地表上 地表上的話呢 質量有個直點是M 那A點的話 他的坐標寫01 1的話是一個地球的半徑 另外一點的話 這質量是M 這是M 那位置呢 是V點 V點的話呢 是地球的兩個半徑 那這樣子的話呢 這裡的重力場跟這裡場 當然就不一樣了 因為我們知道 重力場的話 跟R的平方乘盤比 所以這裡的重力場 如果是G的時候 這裡的重力場 就會是四分之一G 那你重力場不一樣 所以你直心的話 這個不能消掉 每一個的話 連G都不一樣 因為這裡要斜層GI 那兩個直點嘛 所以這裡有兩個GI 一個是G 一個是G 一個是分之G 那就沒有辦法捏掉 那重心跟直心的位置就不一樣 好 然後呢 他說 求AB所組成系統的 直心與重心的位置 好像連考到現在都還沒有 出過那個重心不等於直心的題目 哪一天考出來 因為參考師有這種經驗 好我們現在來看 這我們現在先 先算的 你算這個 質量中心 質量中心我們剛剛不是講嗎 就是這個M M M1 加M2 這個M M R 這個I的話有兩個 M1 R1 加上 R2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那M1跟M2是一樣的 所以這是2M 那這M R1的話呢 是等於0E R 加M2的話 M R2是0二 是不是 好 那M消掉的話 所以這個怎樣 這個是等於二分之一 對 0加0 1加2三 所以這是 這個 這個是 直心的位置 直心的位置 直心的位置呢 是在 二分之三倍的 地球半徑的地方 直心的話 是在這兩個 終點的地方 二分之三倍的 地球半徑的地方 那重心呢 重心就不一樣了 R CG 這個不知道 W1加W2 這W1 R1 加W2 R2 那W1的話呢 是等於 MG 2 是等於M 乘以四分之一基 那所以這個等到什麼 這個是等於 這是 MG 這是 5乘以四分之一基 那MG可以消掉 MG MG 消掉的話 這個就是 一倍的R1 0 R1 就是 01 一倍的R1 再加四分之一 倍的R2 02 這是 1加W3 四分之一 這樣子 所以這四分之五 變成五分之四 然後加起來 0 1加二分之一 二分之三 所以這變成 0 五分之二 乘以二分之三 喔 五分之四喔 所以是五分之六 所以重心呢 會只在0 跟五分之六的地方 這個時候就不一樣 好 我們剛剛講說 直心的話 是物體的幾何中心的位置 所以我們就知道 算那個直心就很重要 我們剛剛不是有講說 直心可以當中心用嗎 那中心是 平行力中心嘛 所以算直心就很重要 所以底下我們有幾個 算直心的定理 算直心的定理 這定理的話 非常簡單 而且好用 好記 第一個定理是說 現在的話 有n的系統 就是說比如說 我現在的話 有n的系統 第一個系統 第二個系統 第三個系統 然後每一個系統 它的直心的位置都知道 這個r1 這是mv 這是r2r 這是mv 另外一個就是r3 m3r 好 那我可以把 這三個系統 看成一個直點 然後把這三個系統 看成一個直點 組成一個系統的直心 也就是說 它的直心位置 可以仿造什麼呢 仿造一個直心的公式 不過現在是大m就是了 這個sigma i mi sigma i 大mi ri 有問題 有問題吧 那這個定理 我們能先做幾個例子 只有一個例子 不過這兩個定理的話 我們一起講 因為它只有一個例子 總共才只有一個例子 因為這是複習講義嘛 最重要的是把定理 講到你們清楚 另外一個定理的話 也是很好用 而且也很好記 另外一個定理是說 我現在有一個物體 它本來的直心位置 我知道 是在大合地方 對吧 好 然後的話呢 它的種質量 是大樣的 那我現在把它挖 挖好幾個小m 把它挖掉 那挖掉的 那個質量是小m 比如說是m1 m2 然後呢 它挖掉的那個 本來的直心的位置 我也知道 這r1的話 這是r2 好 那這樣的話 問說 它挖掉以後 共同的直心在哪裡 那你就可以把挖掉的這部分 看成是 看成是負質量 也就是說 你可以它的共同直心 我們可以證明 共同直心的話 可以把它看成負質量 就全部的大m 再加上 sgm i fmi 那這fmi 就是挖掉的 挖掉的就等於是 便宜負質量上去 mr 加上多少 sgm i mi ri 這樣子 這樣沒問題吧 那這兩個定理 它可以合併起來 用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先做立體 先做這個立體1 做完以後呢 這兩個定理 我再證明給你看 我們先來看看立體1 它說 將半徑9公分的均勻 均勻板 接原板挖掉 半徑 這個 半徑是9公分 大R是9公分 好挖掉 這半徑是3公分 小R是等於3公分 挖掉以後 填到這裡來 補到這裡來 那問呢 它的直訊位置在哪裡 那這個 這個題目 就可以用這兩個定理合起來 就是我一個大的 值量 大的系統 加一個負值量的 加一個正值量的 填上去 看成呢 這個系統是 看成是有三個小 三個系統 大的 加負值量 小的 加正值量的 小的 好 那所以我們都知道了 這直心的位置 是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大M 加上呢 加上呢 負值量的 負小人 加上正小人 對吧 阿峰是大M 這個大M 他的直心位置在這裡 00 他加上負值量 負小人 那他直心在哪裡 直心的話 是在那個 這個 直心的 9-3 6-6 他加這個 這個直心位置在哪裡呢 這是9 對不對 這3嘛 所以這是6 阿所以呢 阿這是3 因為是半徑 阿所以這個多少 這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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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3 所以這是30度 阿所以這個多少 3 所以3跟號3 所以這一個的直心位置是多少 是那個-3 跟-3跟號3 阿再加M M的話多少 -3跟號3 但是你知道我們這個 小M跟大M的比的話 跟半徑的平方成正比 大M的比上那個小M有沒有 9比3的平方 直接3了 3的平方是9 所以你通通把這個當然就消掉了 你把它通通處理小M 所以小M的話就得到什麼 這除以小M是9 9比多少 這個就沒有 這006 這除以小M沒有 阿這是1 阿所以 這除以小M就1 所以變成這樣 -6-3 -9 0 阿減掉呢 3跟號3 所以這答案呢 -1 1 2 2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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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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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3 2 4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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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 2 1 2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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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這個啦 這個是只有菜喉子的菜喉料理 沒有問題的話 這是只有菜喉子的菜喉是特別料理 你從來沒聽過 我們講到脾氣力中心了 那我們剛剛這一題的話 我們可以再把它給做一遍 我們還有一個做法 一個什麼做法 對了 剛剛的話 我們說 我們之前在做的時候有沒有 我們說一個系統的話 你如果抓住重心的話 這個系統就平衡了 那事實上一樣 你抓住脾氣力中心的時候 這個系統就平衡了 對吧 好 那現在的話 我們說現在這是FA 這是A 這是B 這是C 對吧 他這是 這是15 這是20 對不對 這應該是25 這是3 對吧 這是5 這是3 325還是5 那現在的話 我們現在 因為這個是立體平衡 也就是說 這三個平行力 這三個平行力的話 加這個什麼呢 就是說我現在 如果以這個當支點的時候 以這個當支點的時候的話 這三個立舉是平衡的 也就是說 這三個立舉 我可以把它看成是做用在什麼呢 做用在這個支點上 也就是說這三個平行力的平行力中心 也是在這一點上面 對不對 為什麼呢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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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如果在這裡當支點的時候 你這當支點的時候的話 這個立有沒有 這個W的話 是做用在這上面 對不對 對不對 那如果做用在這上面的話 這三個平行力的話 如果也是做用在這上面 就這樣講好了 就是說 我以前是怎麼講 就是把這個 把這ABC看成是三個重力 那三個重力的時候的話 我把它倒過來 然後我如果支撐在這裡的時候 這是平衡的 對吧 那代表什麼呢 代表這一點就是這三個 等效重力 我把它看成是等效重力 這三個等效重力的 重心的位置 也就是說這一點的話 是這三個平行力的 平行力中心的位置 沒問題吧 那這個位置是什麼 這個位置是等於 3分之25 沒有 這是10 R3分之25 這就是RPC CP 這個位置就是這三個平行力的 平行力中心 那會等於多少 會等於 沒有 這是F1 FA 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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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是以這個當支點 那RA的話是等於多少呢 我朋友 現在我是以這個當點點 這是00點 所以這個平行力中心的位置 才是這一點 因為我不是以這個當點點 對吧 那MA這一點的位置在哪裡 這一點的位置是在那個 15跟20的地方 加呢 FB FB都要是00 所以就不用寫 再FBC FBC是15的0 是不是 是不是15跟0 Y是0 加FBC 150 這樣等於這個 那所有我都知道連這個等於多少 這個就等於1 然後我把30乘過去好了 這樣就等於300 這250 它會等於多少呢 他會等於多少呢 FB 15 20 加上FBC 15跟0 那我就馬上知道說 呢 這 這可以約掉15嗎 所以跟那個畫面是一樣的 就15 就15 FA 加上15 FB 加上15 FB 這等於多少 這等於300 是不是這樣子 是不是這樣子 然後的話呢 20 FB的話等於多少 20 FB的話等於兩方式 這可以約掉 這就是20嗎 還是 是不是20 12.5 12.5 那底下的過程跟他一樣 得出來的方式跟他一樣 對吧 是不是 那是不是第三個方法 用平行力中心的觀念去做它 對不對 你有沒有看過這種做法 看看 我們看的這個 第五個 重心或直心 靜命靈魂 好 那我們還有一個定理 是 剛剛是那個直心的球曲 我們有公式 現在還有一個重心的球曲 我們可以做實驗 有一個定理是說 你把一個物體掉起來 拉一條線 這一條線 延長線 會通過直心 就是通過重心 這知道吧 這是小學老師就教我們 對不對 為什麼這樣 你能證明呢 要不要證明 還是小學老師教了就好 好 好 要不要證明 好 要不要聽 我不要 都可以 不要聽了好 我們直接講題目了 我們看粒底液 好 如果我看你的話 比較重視題目 你要盯你的話 都沒操 對不對 對不對 你要定你的證明有操嗎 對 那有操意思 有一些有操 那邊 就 哦 有那個看 那個字 哦 這裡有操 那有什麼呢 其他都沒有了 對吧 好 這個東西的話 你現在在這裡 在這裡沒有學 齁 你知道其他地方的話 就學不到了 因為這些東西的話 也不是我在其他地方學到的 中心以植心 建立平衡 我們看粒底液 他說 佑圖唯 質量均勻的鐵條 這個一繩 細數A點 細數A點 哦 好 這裡的鐵條旋旗 他問的圖中四大為何 四大為何 啊 四大為何 我就以這個當支點 對吧 然後呢 這一個 這一個的立體 跟這兩個 這個立體 跟這個立體 抵消 然後算出它 但是你如果是三個的話 那就變成三個立體要抵消 就搞不太清楚 對不對 那不過我們有一個很方便的方法 因為我們知道 剛剛講那個定理就是說 它延長線它會通過執心 通過重心嘛 通過重心嘛 通過重心的話 我們就乾脆把那個重心找出來 我就把這個東西把它擺正 把它擺正啊 然後我再把 那這個什麼呢 這個鐵條的長度假設L 所以在直心的地方 這個我假設叫00 在直心的地方 就是 就是 二分之一 用二分之一好的 這假設鐵條長度是一好的 這是0 二分之一 那這段 這是1 跟那個 1 跟二分之一 這裡0 跟二分之一 對不對 好 那這樣的話 這個鐵條的那個 執心位置在哪裡 執心的位置 這個 這就等了 1加1加1 因為質量都是1 1加1加1 1加1 或是1乘以這個嗎 再0 二分之一 加1乘以這個 二分之一 零 再加多少 再加這個 再加這個多少 這個 1乘以1 1的話 跟二分之一 對不對 這樣有問題 沒有問題吧 好沒有問題的話 那這個的話 就可以合併起來了 差不多 0加二分之一加1 這是二分之三 二分之一加0加二分之一 這是一 所以這約掉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跟三分之一 原理 所以就在這裡 二分之一 跟三分之一的地 好 那我們知道的話 因為它鐵條 是從這裡 吊起來的 所以這是天花板 它這個直線 它延長線 會通過這一點 那就是找這個角度 好 首先的話 它這個 它這個 這個是二分之一 它是三分之一 所以這個是三分之二 是三分之二 所以天天氣大 是等二分之一除以三分之二 所以它是四分之三 所以它是三分之二 所以它是四分之三 能力 能力吧 所以吸道等幾度 三分之七度 我吸道等幾度 這樣有問題 好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現在來看看 立體二 立體二的話 它是說 完全相同而長 L的均子木板 鱸土疊合 它說 長是L 一塊疊起來 在上面疊一塊的時候 它突出的地方 是三分之二 它就突出去 是三分之二 好 然後呢 它試問 最多呢 能夠疊幾塊 最多能夠疊幾塊呢 不會倒下來 好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 如果它會倒下來的話 會以什麼呢 會以這個支點倒下來 對不對 好 那我假設它有N塊 N塊的話 那代表呢 這一塊以上的總共N-一塊 N-一塊 它的共同直心 不能超過這一點 因為當它的共同直心超出這一點的話 我們知道呢 直心代表呢 整個系統的那個立體行為 所以的話 重力的話就會這樣 拉下來 它就倒下來 如果重心的話 在這邊的話 這裡有正向力擋住 但是重心在這裡的話 這裡落空嘛 沒有正向力擋住 它就會擋下來 也就是說 你要讓它不自己情討的話 要要求 如果以這個當圓點的話 要求直心 它要小m 直心要小m 然後再把直心的位置算出來 它就知道它的那個N 它有幾塊 好 我們現在來看直心 它的位置等於多少 直心 直心的位置呢 因為它上面有N-1塊 就1加1嘛 對不對 這個加 這是N-1塊 是不是這樣子 對吧 好 那我們看呢 第一塊 第一塊是這一塊 不是這一塊 第一塊是這一塊 這一塊的話 是2分之L 加上X分之L 第一塊的話 質量是1啦 1的話我們就不寫 質量是1 就是O分之L 加上X分之L 本來要乘1 B乘1 這個 再加上第二塊 第二塊的話 這也是O分之L 加兩倍的 O分之L 加兩倍的 F2分之L 加 加多少呢 N-1塊 因為它上面的話 總共有N-1塊 是不是 這是O分之L 加上X分之N-1 這樣沒問題吧 沒問題 沒問題的話 那這個要小多少 小L 那小L的話 我就把 上面 這個可以 加起來 這總共有N-1項 所以是2分之L 這是2分之L 乘2分之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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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2分之L 這個 沒有問題 好沒問題的話 所以 這個又等多少 這個 這個又等2分之N-1 那就可以約分了嘛,n-1可以約掉 所以就變成2分子l加上2x分子l n,小m,這樣子這樣子,L又約掉了 所以就是,2分子,這1所以就移過去 2x分子m,小1-2分子1,2分子1,然後再約掉 對吧 這個是小的等於 等於的話剛好是不是不穩定平衡 它說N的話 它小的等於等乘 所以N最多等於 X塊 等會 N的話最多X塊 等會 沒有問題的話 之外呢,我們現在來看看Libby 3 它是長方形均勻的薄板ABCD 重150顆 那放的時候,它對角線剛好拋在水平面上 拋在這個水裡 好 ABCD 它說呢,重量是等於保持特 以金繩 C於A點 使之呢,沉入水中 且對角線於水裡面 沉平衡狀態 回答下一個問題 繩子所受的張力T等多少 好,那這時候怎麼做 這時候的話呢 你就把對象釘在這個系統 這個系統受了幾個力 受了那個 浮力啊 浮力呢,現在浮力中心在哪裡 在這裡啊 在這個三角形的中心位置 浮力中心啊 所以它浮力是往上 還有重心啊 重心是 重力是在這裡 就是這個對角線在上面 那我現在只要把浮力算出來 那浮力算出來以後的話 重力加浮力加張力要等於 那張力是不是可以算出來 對吧 或者是喔 還有一個方法 我可以不必 那也不行 喔 我也可以有個方法 這個歷史想到 我可以呢 以這個福利中心當支點 那這張力的話 跟這重力的力舉呢 會比較 兩筆 你要不要看過這樣的重 那你看喔 這長度比多少 長度比是1比3 這是1嘛 這是3嘛 所以它利弊的話是1比4 所以我就知道張力T 他乘以利弊 利弊算是4 乘以4倍 4T 對吧 那本來他乘一個3C 那因為這兩個力互相平行 所以3C會抵消 因為這兩個力是平行力 3C會抵消 所以呢 這個利矩 跟這個利矩會抵消 等於多少呢 mg 他乘以1 所以張力是等於4分之mg 對不對 你有沒有看過這種作法 我看 T 是等於4分之mg 啊 沒問題吧 那 mgw是150克嘛 所以多少 4分之150多少呢 4分之150啊 4分之150啊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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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那下課的話我跟他講 我跟他講 好好好 再見 那個李媽媽在樓下等於 好 那這等多少呢 這個是等於那個 2啦 274嘛 2得10 所以等多少呢 75除以2啦 23得6 274啦 所以這個等於37.5顆粽 你如果這樣做的話 做給你們老師看 他驚為啊 驚為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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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能夠這樣做啊 呵呵呵呵 對喔 然後 看著下巴都掉下來 兩隻眼睛瞪著他 兩隻眼睛瞪著他 眼睛瞪著他 好我們看看 第二個啦 第二個就是說 浮力啦 那你浮力的話 就是說 三個粒加起來等於0嘛 所以浮力加張粒 是等於重粒 那就是說mg啦 那會等於多少呢 會等於那個 嗯 這是四分之一mg嘛 四分之一mg齁 啊 加上x啦 加上b啦 所以浮力等於多少 浮力就等於四分之三mg啦 浮力等於四分之三mg啦 這樣有問題 沒問題吧 好 浮力等於四分之三mg啦 所以呢 是等於到 37.5乘以多少 乘以3嘛 3515 3721 22721 116點 所以112.5 克重 好那木塊的比重多少 好 那木塊的比重的話 浮力這麼多嘛 那浮力頂多少 浮力是等於排開液體的那個 那個什麼呢 浮力的話是等於排開液體的那個重量 我們先把 先把這個體積算出來 這個體積我叫v好了 對吧 那v的話就等於那個液體的密度是1嘛 乘以v嘛 對不對 對吧 啊 所以的話呢 那這 克重這個 W就把他省累掉了 算出來的話是1mg啦 所以v的話呢等於多少 112.5mg 112.5mg 沒問題 沒問題 沒問題吧 本來的話 這應該要不要再結個克重 那這個就消掉了 那這個就是體積嘛 這有單位的啦 這個也是1克 每立方公分 好 不易的話這樣子 那這個呢 因為這個物體它的什麼比重 就密度嘛 物體的密度之後 就等於多少呢 就等於150克嘛 質量150克嘛 那除以多少 除以2v 除以2v嘛 對不對 2v的話是250嘛 因為1v是112.5mg 150 等於多少 535 525 所以5分之3 所以是你 欸 3分之2喔 嗯 我看喔 這裡哪裡出錯了 150克 150 這個是250 3分之2 嗯 那你弄錯了 哦 哦 225 112.5mg 乘以2 5得10 25 225 225 不是250 呵呵 225啦 225啦 原理 哦 啊這150啦 然後呢 約分啦 535啦 540 20啦 525 哦 約到15 哦 約到15 3 所以3分之2 整理 沒有底吧 所以答案的話是低啦 3分之2 好 還有文中的話呢 還有四文中 我們來談一下這個 摩擦係數的測揚 靜摩擦係數的測揚 那靜摩擦係數的話 我們怎麼測揚 我們知道那個摩擦力啊 比如說有一個問題在這裡 那我力量推他的時候他不會動 他摩擦力會跟外力抵消 但是呢你力量一直大的時候 他會越過最大靜摩擦力啊 這個最大靜摩擦力的話 他會跟正向力成正比 他比例常數的話 我們叫做呢 靜摩擦係數 這樣子 是最大靜摩擦力哦 那如果喔 你這外力是F嘛 那摩擦力是F對不對 那這個摩擦力的話 跟外力之內的關係是這個樣子 這是外力嘛 那這是靜摩擦力 他到達最大靜摩擦力是Fs 越過最大靜摩擦力的話呢 就變成什麼呢 變成動摩擦力了 Fk 他們關係是這個關係 對吧 有問題 好沒問題的話 我們現在要測量這個 靜摩擦係數了 就是當他 他達到最大靜摩擦力的時候 那麼呢 他跟正向力的比 就是摩擦係數 那怎麼測量 我們這樣測量 我把一個什麼呢 這地板嘛 板子 放一個物體來 然後從這裡把它拉起來 有沒有問題 那拉起來的話 就變成這個樣子 當我慢慢呢 把這角度變大對不對 當他把角度變大以後的話 這樣慢慢拉 角度變大以後 對吧 這個時候呢 當他恰遇下滑的時候 這個角度我叫做靜之腳 那我可以證明說 這個板子跟這物體之間的靜摩擦係數嗎 我們又會說我可以證明是等於 天然的 靜摩擦係數 那我要證明這個 那這個有用啦 這有用的話 這個就下一次再來用 剩下兩分鐘 我們看到這物體的話 現在呢 受了幾個列 正向力 最大進摩擦矢 因為他恰遇下滑 所以是最大進摩擦矢 還有泳 中央南流 但是我不知道 最大進摩擦矢 是跟那個正向力層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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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編嗎 是不是 好那你看喔 這個就是 二分之파-7大 加7大 所以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是 π 整 C 大 二分之π 整 C 大 加二分之π 加起來是 π 整 C 大 這個角度呢 這個角度的話就是整個π 二分之π 整 C 大 是讓這樣子來 這個是 C 大的話 這也是 C 大 所以這整個就是二分之π加 C 大 表題吧 好 那所有的這個最大進摩查理 ν 用拉密定理 除以這個 sin π 整 C 大 S 會等多少呢 會等的是 n 除以 sin U 角度 sin OU 整 C 大 S 我們就開始加 C 大 S 這是 cos 的 C 大 S 這是 sin 的 C 大 S 但是這個正向力可以約掉 所有的都知道 μ S 等多三 移過去嘛 就等於 tan 的 C 大 S 這就得正了 用力 讓我們約上到這裡 是否正 便利 我們來的 整個坡丁 我們來這把坡丁 加起來 現在這個坡丁 只要是要不一定的 我們往前一邊 我們來的大臉 很快 我們來的夾 изуч